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的澳洲股市是终于摆脱了过去连续两天的大跌 大盘终于是上涨了0.1% 虽说涨幅不多 但是对比在本周二的一个大跌还是有非常好的表现 但是悲剧的是 现在银行股和矿业股依然是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最低价 中国方面 昨天中国一股终于是走出了一个超过1%的上涨 虽然这个1%对于中国的经常出现涨跌停板来说是非常小 但是过去几个月大盘指数已经很难出现1%的上涨 下跌超过1%到挺多 昨天上证指数收盘收在3140点 深圳方面上涨更多一点达到了1.9% 收在大约是在1020点左右 那么在欧洲方面 欧洲股市昨天有轻微的下跌 英国多一点大约0.6% 德国和法国相对基本不变 下跌幅度为0.1% 而美国的三大指数则再一次出现上涨 最少的涨0.16% 多的则高达0.4%左右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轻微下跌 但是目前依然是在过去七个月附近的最高 目前是在要冲击1300左右 而石油价格昨天出现了超过5%的下跌 目前已经在是2016年11月以来 也就是特朗普当选 或者说是石油协议减产协议达成以来的最低价 目前价格呢 大约是在45块8毛钱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呢 就是昨天澳洲刚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澳洲的GDP啊 这个是再一次出现了上涨 那么这个上涨目前澳洲来说 已经是连续103个季度GDP出现上涨 而且目前的这个涨势啊 也已经追平了之前由荷兰保持的世界最最长连续经济上涨的记录 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前一天周二下午公布的利率决议 澳洲央行对于澳洲的经济总体啊 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啊 但是我本人呢 却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啊 可能这个澳洲央行处理的目的是好的 希望大家不要对于未来过于担忧 但是呢 在我看来可能呢 这个啊 让大家不要担心 并不能够成为你掩盖事实的一个理由啊 或许是官老爷们长期在办公室后面看数字说话啊 不知道我们百姓疾苦 至少在我所认识的客户中 绝大部分在澳洲做各种生意的 包括餐饮服装零售 甚至于两元店 这种小生意 目前都遭遇了大幅的营业额下挫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澳洲经济前途一片光明 或者说经济转型已经基本成功 在我看来是不是话说的有点早 那么从昨天经济数据来看 澳洲经济呢 我刚才说到是连续第103个纪录上涨 也是追评了世界纪录 但是呢 我们说现在追评世界纪录 大家并没有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态度 澳洲的财长昨天是长长的虚出一口气 终于没有出现下跌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的时候你越接近于世界纪录 或者说要创造纪录 这个时候也意味着呢 你越接近于要改变 或者说要从上开始转型向下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东西 永远不可能保持一个方向 有涨必有跌 有钱必有后 所以澳洲经济在连续103个纪录上涨之后 现在上2017年第一季度的增长 仅仅只有0.3% 那么归结原因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是由于出口的大幅下挫 第二则由于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原因 就是住宅业投资的下滑 那么出口我们都知道是铁矿石造成的 铁矿石价格在过去几个月严重下滑 毫无疑问 从最高的700美元一吨人民币 700人民币一吨 掉到现在最低的420人民币一吨 跌幅是超过了4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出口业势必受到损失 但是另一方面大家没想到的是呢 现在这个住宅投资是大幅下滑 什么叫住宅投资 说白了就是公寓投资 也就是说现在连房地产商都不愿意花钱造公寓楼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澳洲经济很多时候依然依赖的是矿业和房地产 所以说这个澳洲央行说澳洲经济已经转型完成 在我看来似乎话说的有点大 那么经济这样 咱们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知道呢 一般来说政府要刺激经济都是从两种方面 一种是货币政策 就是我们说的加息减息或者说呢 多印钱 第二种呢叫做财政政策 通常就是指政府多花钱增加财政赤字 来创造就业岗位 比如说造医院啊 造机场啊 修铁路啊 这些都叫做政府性投资 那么目前澳洲澳元的利率呢 处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 不是最高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对比美元和欧美那些最低曾经到过零 甚至于负数的国家来说 澳洲现在的1.5%仍然有六次降息空间 而另一方面呢 在政府赤字上我们也看到 现在呢虽然每年都说 未来几年或者两年三年 澳洲的赤字将会变成盈余 但是只要经济上不去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会成为一个泡影 所以说呢 总结一句话 现在澳洲经济的确已经追平了世界纪录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庆幸欢呼的 追平了世界纪录 就意味着澳洲经济面临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面临衰退的时间越来越近 我不是为言耸听 到目前为止 咱们看得出来 如果今年能够再保持住 这个 如果铁矿石能够再保持住上一点 可能还有戏 要不然的话 澳洲经济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后三个季度中 出现过去103次增长中 首次出现的附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ogle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麦克 我们明天再见